實在就是S.U.M 大家好 我是台中沙律電子院 正義人物教文房辣 今天我們要教消費者 在構成之前 我們要入去查詢 好吧爸 那我先請問一下 國產車跟進口車的差異化 到底在哪裡 國產車跟進口車的差異化 新年來網路發達 大家都會參考網路 可是現在 現在的消費者 要去做的是安全性的 進口車跟國產車坦白說 他們的板件用料 才不一樣 還有安全性的配備不同 好吧爸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該如何挑選自己想要的車款呢 看自己的用 有的只是因為上班 要用的業務車 有的是因為家庭是出門的車 有的是性能車 如果是業務要用的車 我們當然是選擇經濟又實惠的車 如果是家庭是要用的車 我們當然是產權 休旅比較多 舒適大空間 如果是性能車 我們是選擇超空間 還是有在玩車的單身的人 當然會選擇比較 會吸引其他目光的車 好吧爸 那我想請問一下 品牌形象 我是要選擇高調的面子 還是低調的平凡呢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 以及想要和需要的 台灣人最多喜歡的品牌 食人 神車 奶超奶油 還有奶動 國產 這家裡的主題生 頭戲品牌的品質 在國人其中算是高級的感受 送力系列賣的 比國產生還要來得好 只能說主觀的 品牌信號 這個品牌有標準的